要想吃潮州汕桃的海鮮 就不用下下坐高鐵去潮汕 深圳羅湖河附近開了一間潮汕海鮮大排檔 老闆是價錢單來的 食材每日新鮮由潮汕運過來 令我最回味的是潮汕海鮮沙鍋粥 吃不吃都要打包走 最划算的就是168元一條清蒸食番 還有38元的甘不悶海瓜籽 最驚喜的反而是豪不起眼的香芹炒 馬膠肉丸58元一碟 又單牙,魚味又濃 完成坊間所有的魚蛋 現在折捧了 很鮮滑,這魚肉很滑 不過這個食材就值很多,8元而已 哇,海鮮粥很甜 海鮮的味道全部入竹 蒸得剛剛好 潮州真的很喜歡蒸魚 給大家看看,一粒粒的,整個瓜子的樣子 大家好,又回到深圳 今天來深圳吃潮汕海鮮大排檔 後面就是羅湖口岸 出了口岸,直直走 前面就是香格里拉酒店 再向前就已經是很有名的加令娜廣場 附近就是我們今天要找的潮汕海鮮大排檔 離開了羅湖口岸,我們沿著人民南路一路走 10分鐘左右就會見到加令娜廣場 然後轉移到自地逆堅 一樓就會見到海鮮大排檔 就是這裏了,魚蛙塘潮汕大排檔 剛才就在加令娜的旁邊 你見到了,魚蛙塘 今天來和大家推介這間魚蛙塘潮汕海鮮大排檔 這裏是潮汕人,所以吃的全部都是潮汕菜 海鮮為主 先試試哪個呢 這就是油炸巴浪魚乾 什麼叫巴浪魚呢 其實這個是魚仔 魚是比較大條的 可以清蒸或做其他方法都可以 魚仔用來煎的方式 煙煙韌韌,很脆 最適合送酒 這隻魚是另一個名字叫竹甲魚 日文就叫Aji 其實日本是當魚生吃的 切一片片 當然就是魚仔大條的Aji 還有一個大家很熟悉的 去大排檔都要吃的這些 椒鹽鮮油 哇,很大條 這裏椒鹽鮮油其實性價比很高 這裏為68元一碟 這是香港大排檔的碧店名菜 不過這裏吃的價值很多 8元就 嗯,很香口 還有這個了 這是潮傘的蠔,蠔,蠔 其實什麼叫做鵝鴨煎呢 第一,台灣叫做鵝鴨煎 說中文叫做鵝鴨煎 鵝鴨煎中文叫什麼 我忘記了 鵝鴨煎 是的,中文叫做鵝鴨煎一樣 試一試,裡面是蠔餅來的 嗯,其實應該這樣吃就差一點 怎樣一點呢 魚露會比較好吃一點 既然是潮傘菜,一定要海鮮 這些海鮮好三眼過 剛才看到門口馬上撈出來的 這個就是蒸食斑 大家知道這條魚是多少錢呢 這條魚是一斤兩重的 是一條吃回來的 試一試蒸魚的水準如何 嗯,蒸得剛剛好 我始終很喜歡蒸魚 價錢便宜到也不相信 這條蒸魚是168元 晚餐可以吃到這麼漂亮的蒸魚 這條魚是8多元,即是洗到爛了 今天最後介紹的是海鮮粥 裡面是好粥料的 你看到有蟹,有三點蟹 你看到這裡已經有兩點了 接著有蝦 哇,有很多料,好粥料 這個就是潮傘粥 不過跟我們平時吃的潮傘粥 我們覺得有點不同 因為它是稠一點的 我們平時看到潮傘粥是稀飯般衝出來的 這個就是煮出來的 看它的樣子應該是 哇,這個海鮮粥很甜 海鮮的味道全都入了粥 哇,還有一口肉 好吃 九層塔拆海瓜籽來了 給大家看看,真是一粒粒的 整個瓜籽的樣子,煎煎的,很薄的 這個就是海瓜籽 這個是很典型的潮州菜 我試一試一下 九層塔拆了一些腥味 那些肉很小粒的 但是你拿了一些肉出來,很小粒的肉 嗯,都很鮮甜的,很野味 因為它有些辣椒和九層塔的香味 很野味 如果你不想這樣逐一逐一剝的話 摸到天江,你也可以吃海瓜籽的肉 之前在潮傘,我都吃過 他們用一些韭菜去炒海瓜籽 加了之後,海瓜籽的殼就浮上來 肉就沉底了 撈完肉,然後用韭菜去炒 都是另外一種食法 不過這個就有情趣,要慢慢撕 這樣就不用淡淡的肉 可以消磨一下時間 這樣就摸一下瓜籽 嗯,喝一下酒,再喝一下飲料 其實都不錯 比你平時吃瓜籽這麼粗 要吃海瓜籽 我就慢慢摸我的海瓜籽 椒鹽九屠魚就吃得多了 剁椒的九屠魚,我第一次看到 今天一定要試試 這個是48元一碟 嗯,真的有少少辣味 如果一點都不能吃辣椒的話 可能就不吃了 你可以吃得少辣的話 很鮮滑 這個魚肉很鮮滑 跟平時我們吃的椒鹽九屠魚完全不同 椒鹽九屠魚 如果咬下去,雖然很脆 不過始終有一層粉在表面 這個完全沒有粉 這個是原汁原味的魚 原汁原味的九屠魚 很滑 根本不用咬 還有新鮮的辣椒帶出了它的鮮味 很美味 哇,這個很過癮 這個 剁椒的九屠魚,值得推介 這個就是朝鮮一定要吃的 香芹炒馬膠魚丸 你看這些馬膠魚丸 其實平時很難吃到 試一試一顆 以前去潮州 特意買馬膠魚丸 和平時吃的魚蛋完全不一樣 嗯 很彈牙 很彈牙 烤下去的感覺是完全沒有粉 不像平時吃的魚蛋 便宜的魚蛋 全都是粉 完全沒有粉 彈彈的魚肉 而且魚肉很彈牙 好吃 好 好